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31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看中国网站 发表了一篇文章非常有趣 讲到了杨洁篪 说是上一次18号19号 在美国阿拉斯加大骂美国 这个显得咄咄逼人 好像自己是非常典型的爱国主义者 很火了一把 结果讲完这个话 就去看他在美国读书的女儿 那么网友们真有心 就把他家的地址 两个豪宅 两套房子的地址 电话都发在网上 给大家看看 这个俗话讲 要想人不止 除非几末围 你看看 他的女儿 他的老婆 你看叫人家 放在网上 这个信息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 拥有这个华盛顿低细的房子 这上面显示 一切两百万 是美元是人民币 我不知道 他没有写 曼哈顿公寓 哈德森何景 景观 我们知道曼哈顿的公寓 那真是了不得 可以这样讲 那是村土村金 什么人住在那 结果他女儿叫 这个杨洁篪 女儿杨家乐 二百一十万的 这个公寓房 他的老婆叫 乐爱妹 这个华盛顿DC的房子 一切两百万 这个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看 欣赏 仔细欣赏 这就是 凡美的光中成果 你想 这篇文章讲的 非常有意思 他说 杨洁篪 在斥责布林肯的时候 显得非常的得意 大骂美国超过十多分钟 说为了让美国人听不懂 让中国人听得清 还不用翻译 说此举迅速让 中国的小粉红们 充满了鸡血 那句中国人从来不吃那一套 马上促销的 这个成果封锁 说是这个淘宝 我看到网上消息 有些网站都开始 布置出了一大批 T恤衫 上面印着什么 中国人不吃这套 卖的就火得不得了 手机壳 等等都有 你看 大家看了 在网上图片 我是我们的变造 中国人不吃这套 那么杨洁篪 斥责这个 布林肯 说黑命贵是美国民主 率退的象征 并指责美方 违反外交礼仪 当白宫国安顾问 沙利文被问到 面对杨洁篪大放决策 是有何感想 他说 曾听说过前苏联的 一个经常讲的 一个爱讲的一句词 一个悖论 就是你也是 他指的是过失的老把戏 当时不起作用 现在也起不了作用 所谓的你也是这个 这个方法都是指什么 在冷战的时候 前苏联 关于使用的政治宣传技巧 每当面对批评的时候 他就反唇响解 会议 你也是曾经那样做会议 刻意转移焦点 没有直接回答对手的质疑 也就是人家批评 你群犯人权在香港 你到底群不群犯 是不是 你看香港抓那些人 那都是按照法律办的 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 那当年97年回归的 邓尔平 我都有承诺 是不是 在国际社会的 关注下签的这个 这个香港基本法 那应该有契约精神 是吧 50年没到吗 才20多年 这是人都看 难道美国的批评不对吗 一批评就是干涉内政啊 那你昨天又说 你打孩子 邻居不来管吗 是不是 有些公共的标准 大家都关心 这个价值观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你不能自己肆意妄为 这最起码的常识 杨洁实 明明知道这一点 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 这个就开始 战狼事就开始嚎了 好一顿发作 结果发作完了以后 这个就去什么 看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女儿竟然是 也是一个类似当年那个拨瓜瓜事的人物 我记得那时候 薄吉来在会上 我就讲的真正有词 权额讲学机 怎么样怎么样 讲的 一派胡言 最后不长时间 腐败分子就被人抓起来 是不是 那你这个杨凯之这次怎么样 这个杨洁实 这个有没有可能也出事 很难讲 根据这片文章讲 王永恩罢出了他女儿 杨家乐 进了美国耶鲁大学 拿了全额奖学金 作为一个外国人 在耶鲁拿全额奖学金 比登天还难 那他怎么拿的 这是调查调查 是吧 而且杨家 这个杨家女中学 也是什么呢 读的是昂贵的西德 威尔斯里飞销 你想 而且呢 女儿和夫人在美国都分别 有房产 叫人给曝光了 你想如果说不打嘴炮 不顾嘴隐 咄咄逼人 你随时找他这个房子 是吧 你看这有人把他找出来了 我估计这可能是内斗有关系 可能他得罪中共党内的一些官员 一些官员在美国的好多的家 还有家族都在那个地方 这都是圈子里的人给他炮出来的 你想我们怎么能知道 是吧 随时查者都会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但是你看他自己撞到这个枪口上去了 这一番这个嘟嘟逼人的演讲 满足了国内的小粉红们一片欢呼 就像以前曾经出了一本书 中国人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 结果呢 这个书出版之后 那作者们赚了稿费 听说啊 这个说都有的都有一些移民美国了 说是骂美国是工作 这个说是来美国是生活 全世界的好事都是你们的 来说过去批评两面派 有个话 马列主义扣朝外 这典型的啊 这个大房子 你说一千两百万是怎么赚的 就算人民币吧 你杨洁篪不吃不是能整一千两百万 是不是啊 我现在有个人回 这个一带一路习 平搞了一带一路 到底这个钱都转出去 这怎么流向全世界各地的 有没有审计啊 有没有缝隙 有没有可能那些搞外事的干部 都在这里转来转去 把这钱都转移到自己的小孩身上 有没有可能啊 这都自己的擦呀 是吧 所以这个这次这个杨洁篪的阴火烧身了 你看到这个由这个杨洁篪这个事 我看见网友呢 发着推特 这个不仅把猫头对准了这个杨洁篪 还对准了这个习近平本人呢 说这个习近平的姐姐 丈夫邓家贵是加大人 和我一样 我也入籍加大了 说是习近平的二姐其安 丈夫乌龙是澳大利亚人 说习近平的弟弟是澳大利亚人 外甥是英国人 你家成联合国的 你知道吧 还在这讲这个讲那个 就是真好意思啊 也不是脸红啊 你知道吧 是不是啊 李克强女儿是美国人 我的天哪 汪洋女儿是美国人 韩正的人是纽西兰人 韩正的女儿是澳大利亚人 栗战树的女儿是新加坡人 栗战树的女儿是香港的护照啊 栗战树还可以 不管怎么 她是香港中国人 女婿是新加坡人啊 江泽民儿子是江明康 江明恒都美国人啊 江志成江志云全是美国人 王岐山老婆姚明珊 是美国人 你这是整个是联合国在统治中国 是吧 还听到吧 在那讲爱国啊 赤字又美国啊 其实家人笑掉大哑 是中国人在当官啊 你说为什么这个老百姓心里不服啊 就都是两面派 就忽悠骗老百姓 在开会就在那讲啊 吵到天 鼻孔吵天 高大上 一会儿学了一会儿学这个教育录 一会儿是王铁人 一会儿又是学这个这个那个呢 这都是假的 这你要看自己的行动 你说你自己家人都把房买了全世界 把我叫老百姓去这个过这么苦的生活 到处偏了 你再偏能偏了吗 你看这个 你看人这个推特上怎么写的 是不是啊 这不冤枉老江 我是引用这上面都是有依据的 绝对不是我编的 是不是啊 调查调查 这到底准不准确 要不准确 你就这当官就应该起诉这个推特啊 是吧 你看这个推特的名字叫什么 两甲和生产大队地宝户 你就想一想这个这个事丢多大仇啊 最可笑的是这个华春莹 华大马 就是蒙谦责美国 结果一看他全身串的名牌 全是美国 你看大家看一看 华大马的衣服 阿迪打死 串的那颗鞋 这个手腕的套的那颗球盘 威尔逊 说起那颗 我和那颗这个大老板 国内有个那颗系大老板 不知道现在 听说上越南去了 到东南亚去办厂了 台湾大老板 本人和他2006年27年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偶遇啊 有那么个机缘 他邀请我到的那个 就是清远县 广东清远的那颗生产厂去 参观 我在那还住了两次 每次都住了二十多天 那个人很好 他喜欢收藏 他收藏我的书法作品 你看这是我当年和影 不是我吹牛了 是吧 张先生 大老板 那颗鞋都是他生产的 所以说 我老江也是跟那颗鞋 有点远远 我记得 离开那工厂的时候 还给我一算 送一张那颗鞋 给我穿着 那穿 那颗是挺舒服的 但是那工厂 非常不容易啊 因为那个 工人呢 上班以后啊 那个 交鞋底子味儿 很辛苦 清远县 一个县城 五万多人口 三万多 就生产那颗鞋 后来我听说 等我来加拿大以后 就不联系了啊 因为我这个 鞋作 由于影响人家 这个生意 所以就不联系了 但是听说后来 他们 既成本呢 都到这个 东南亚转移了 转移到东南亚 生产那颗鞋 所以那颗鞋 都在那生产 说这花大妈 这个 这是好事都他拿着 在会上 谴责美国 你看他讲的 真真有词 还像个人似的 完了 手里拿的牌 是美国的 都是美国的 你说也好意思 中共的官员 全都是这样 你说就这个 政治体制 怎么能够长久的 是不是啊 所以本人认为啊 中共这个统治 确实走到默契了 默契才出现这种 这种情况 就想这次可笑 整天就忽悠老百姓 还能忽悠多长时间 是不是啊 随时就垮掉了 今天呢 还把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 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